吴景妍最近曝光度非常高,由她和秦岚、聂远寒更合作的电视剧《传家》开播,紧接着真人秀《浪姐三》开播。 吴景妍也是三十位姐姐中的一员,让观众看到了她与以往形象截然不同,令人惊艳的一面。 有网友这样评价吴景妍,说她短暂的红过,就是指她曾在2018年凭借《沿洗攻略》中的魏英洛逸角而走红过,之后成了余政的运用女主。 大红之后,吴景妍被爆负面新闻,直接被央视点名批评。 那么,她到底做了什么?导致24小时内被央视几次批评异得缺失。 而且吴景妍后来资源和热度都没能跟得上,渐渐的她就有些糊了。 今年无论是传枪还是乘风破浪的姐姐,对于吴景妍的视野都算是利好消息。 可这次是否就能帮助她翻红呢?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。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 1990年,吴景妍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普通家庭,她自小喜欢跳舞,所以父母10岁那年就送她去学习舞蹈。 17岁,她进入了中央芭蕾舞团。 然而一次舞蹈表演中不慎受伤,她不得不中断自己热爱的芭蕾视野,这让她一度情绪低落,看不到希望。 身边的朋友跟她说,赛乌施马,胭脂飞斧,艺术是相通的,不能跳舞就去表演吧。 吴景妍听从了建议,在2009年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。 她以前的收入来自舞团,但是离开舞团后没了收入,她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 为了支撑生活,她开始到处在各种剧组跑龙套,真正在镜头前的露脸少得可怜,都难以让观众记住她。 直到2013年,吴景妍出演了《烽火家人》的剧本,这算是她正式出道的作品,受到了于正的关注。 于正觉得她的长相特别,能让人记得住,不同于当下千篇一律的瓜子脸。 2016年,吴景妍迎来了她事业的转折点,她签约了于正的欢愉影视公司。 于正捧新人还是有一首的,从公因秦川而爆红的杨幂,从陆真传戏中扮演陆真脱颖而出的赵丽颖,赛道因延喜攻略,魏英诺一角而走红的吴景妍,都是出自于正的作品。 2017年,于正的新剧《延喜攻略》准备开拍,原定的女主角并不是吴景妍,而是杨蓉,但杨蓉却不想演宫廷剧,恰巧袁杉杉的合约又到期了。 就这样,魏英诺这个角色最后落在了吴景妍的头上。 吴景妍在剧中的表演也谈不上有多么精湛,但得益于魏英诺这个角色的人设,摒弃了传统女主的傻白甜,聪明又激紧,更加激进现代女性的价值观,完完全全的爽文大女主人设。 我,魏英诺,天生脾气暴,不好惹。 该剧在播出后,网络播放量则突破了133亿次,吴景妍甚至凭借这部戏一举斩获华丁奖,迎来损味的爆红。 28岁的吴景妍尴尬地夹在大花和小花的年龄过渡期,颜值被复查皇后秦岚碾压,演技被激后奢侈慢吊打,但多亏角色光环才能让她终于借具东风一炮而后,登上了她演艺生涯的巅峰。 然而吴景妍并没有和孙丽,杨幂,赵丽颖那样吸引大面积的死忠分子,反而败光了观众缘,这是怎么回事呢? 吴景妍走红后,各种广告代言专访分析他来,然而魏谈红先论黑。 2018年8月25日,央视电影频道CCTV6与他约好采访,电影频道只是挂靠央视,实际只属于广电总局。 娱乐圈这些身价亿万的当红明星,声名赫赫的影视大佬,明记再大,钱赚的再多,被粉丝捧得再高,在广电总局面前也都很听话。 然而吴景妍刚从18线小演员爆红,就开始耍大牌。 不知道是他还是他的团队,不知天高地厚,敢放广电总局直属频道节目组的鸽子。 在讲好的采访日子,也就是8月25日,吴景妍团队先是无端临时更换采访地点,采访节目组一行七人措手不及。 但为了完成任务,还是去了吴景妍指定的新的采访地点。 到了那里,由于没有协调好场地等因素,要求采访组支付场地费用。 接着又改称,因艺人接下来有其他行程无法满足采访。 这不摆明了耍大牌吗?像吴景妍团队这种刚有点知名度就乱耍大牌的行径, 也恰好就撞在了主管部门加强监管,广大公众业务不良民心的风头上,被官媒抓了点心。 于是吴景妍幸运地出现在了中国电影报道的微博。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,央视还是很有耐心的,足足等了吴景妍道歉,等了三天。 然而吴景妍这边却迟迟没有任何动静, 央视决定不纵容这种风气。 8月28日凌晨,中国电影报道发文点名批评吴景妍和他的团队, 尊重别人的工作,尊重别人的时间,是一个青年演员最基本的素养, 从一路上任重道远,得为先。 对此,欢愉影视转发回应表示会彻查清楚。 然而这个道歉引发了第二轮舆论风潮,聊聊几行字, 对失信行为的歉意是如此官腔。 而且,欢愉影视用贵媒体称中国电影报道也欠妥当。 央视网于晚间针对此事发表评论, 作词严厉地说, 魏英洛耍大牌,入戏太深还是意得不够。 这个小习闻阅读量迅速飙升至1000万家, 在短短24小时内,电影频道指责加央视网定罪。 此刻,吴景岩团队堪称父辈受敌,手忙脚乱。 这24小时也被称为魏英洛的危机24小时。 吴景岩的名字出现在了微博热搜, 大家都在讨论他的大牌行为,觉得他得不配位。 吴景岩团队和欢愉影视这时才如梦初醒。 吴景岩的公关团队微博作出回应道歉, 说团队没有沟通好,吴景岩本人也撞发了微博, 说希望自己成长道路上,每一步都能得到大众和媒体的监督。 无论吴景岩是不是也在为团队诸队友背锅, 这次事件都足以令他一日三喜无声。 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 网友又把出了一张张吴景岩被保镖环绕的图片。 有业内人士爆料称,吴景岩出门带6个贴身助理和30个保镖。 大家纷纷感慨,这架势看比总秀, 这不就是耍大牌实锤吗? 观众需要的是好的演员,而不是大牌演员。 吴景岩耍大牌风波后,并没有与之相配的,拿得出手的作品。 在温云洛这个角色之后,吴景岩的资源和热度都没能跟得上。 在《演习攻略》后,吴景岩又先后出演了《你是我的答案》, 《幸福还会来敲门》,《争青春》,《尚时等剧》。 吴景岩都一如既往地稳定发挥着烂演技。 这些作品的评分都无一例外地低, 吴景岩后期作品中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《正青春》中的张晓宇。 而这一次不是因为表现出色, 相反,受到关注的恰是她的烂演技。 在这部剧中,实力派刘敏涛、樱桃等都是配角,只为衬托女主角吴景岩。 演员阵容强大,这本该是吴景岩的又一机会。 然而此剧刚播,她就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吐槽, 吴景岩更是将杨颖的瞪眼式演技发扬光大。 并且,凭借着一己之力,毁掉了一种布局。 她浮夸的演技让网友评论, 吴景岩除了魏英洛这一角色, 还有哪个角色是能拿得出手的呢? 大家对她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, 吴景岩正在以她红的速度量下去, 她就这样跌落神坛。 而这也是余政运营策略中常见的一大弊端, 热度和优质资源一旦没跟上, 那么就代表着演员很快就会从观众的视野里消失, 吴景岩也不例外。 不过,这几年吴景岩显然也成熟了不少, 不再像当初那样年轻轻狂, 而且演技也有进步。 今年由秦岚、聂远、吴景岩和韩庚等人合作主演的电视剧《传家开播》就备受关注, 同时在网络上引起热议, 包括吴景岩在内的几位主演自然是这部剧的直接受益者, 吴景岩饰演高傲霸气《鬼马精灵》的《异家二小姐》一中语。 对比《引起攻略》时期, 吴景岩的演技乃至台词功底都有了飞跃。 吴景岩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三》 也凭借出色的舞台表演获得了诸多赞赏和认可。 吴景岩芭蕾演员出身, 她跳舞的美感跟她平时在剧中的样子相比, 就很有惊喜和反差, 自然算得上是加分项。 随着《浪姐三》的出圈和《传家》的热播, 今年31岁的吴景岩重回观众视野, 至于她能不能在《浪姐》笑着走到最后,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。 因为吴景岩出道至今, 还不曾拥有稳健而强大的粉丝基础做支撑。 如果不能尽快改善观众员的问题, 那么对吴景岩来说, 所有好运光环就像是昙花一现, 并不能帮助她走得更远。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,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